七月特辑 鬼妻 那天我去见黄老师 一位朋友介绍的老师 很灵验 是西方人口中说的灵媒 我是一位国小老师 我姓陈 今年38岁了 我住在宜兰县武节乡 结婚五年了 老婆帮我生了一个漂亮女儿 今年四岁了 本来我们一家和乐平静 但最近我一直心神不宁 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做些乱七八糟的梦 有时候加班比较晚 老是觉得有人跟踪我 我无法准确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觉得没来由的不安于躁动 不知道是不是农历七月的关系 没想到 就在几天前发生了巨变 我撞死了人 我怎么就撞死了人呢 然后 我还看到了鬼吧 这忽然经历的一切一切 我无法解释 也无从解释 也感到很恐惧 很害怕 我好像看到鬼了 应该是鬼吧 一下子飞上天 一下子又跑到我耳边 就是我撞的那个女的 阴魂不散的 但有时候又不怕她 又好像很熟悉 认识她很久似的 可是 却又根本不知道 这个女子到底是谁 但 可怕的是 我撞死了人呢 我决定求助黄老师 几经辗转 我见到了老师 我一开口就说 黄老师 我发生车祸 撞死人了 我很难过 我该怎么办 那天一早 天气晴朗 一如往常 我早上开车 要去学校上班 到中心职场的路口 我看到一位 长发白衣的女生 骑着车子 在我前方不远处 就忽然转头 对我冷笑 直盯着我 当下的瞬间 我脑袋空白 眼前一片黑暗 身上突如其来的 一阵寒气 由骨内向外 散发开来 根本来不及反应的 就突然一声巨响 砰的一声 我紧急刹车后 定睛一看 天哪 我撞到人了 我看到一位女生 倒在机车旁 天色 忽然也没来由地转按了 我惊恐万分 赶紧下车 这是以不少人为观 我冲向倒地的女子旁 抱起她时 看到的脸 就是那长发白衣的 女生的脸 对着我 含血 含泪地笑 我生气地大叫 你在笑什么 你没有受伤吗 这时围观的群众 有人大声骂 都流血满脸 还不赶快送医院 我才清醒一点 是啊 送医院 伤心又惊恐的我 正愁如何告知家人 忽然听见有人小声说 别担心 我没事 此时 我看到一双 脚不着地 再向上看 这个女的一半脸流着血 一半脸微笑着 看着我 我吓得低头紧闭双眼 她竟然在我耳边 不断吹气 我只能不断地说 不要不要 不要 这时医生却大声喊 张开双眼 听好 对方已不致死亡了 而且在送医图中 就断气了 真的 可是 她刚刚不就坐在我旁边 这时 她突然飘起在众人之间 飘来飘去 飘在半空中 时而抱我 摸我的脸 又轻吹气 那么莫名的爱 却又是那么真实的 那么的肝肠寸断的爱 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 放声大哭又大叫 醒来时 已在病床上 爸爸妈妈说 医生说 对方已经断气身亡 我听了就像发疯一样的 大哭大叫的 大吼大闹 一直说 她还活着 她是我前世的太太 我一直喊 她是我前世的妻子 她是我的鬼妻 可是我觉得 我是被吓疯了 还是精神崩溃了吧 我完整地告诉黄老师 前因后果 老师告诉我 我撞到的人 就是我前世的老婆 前世 她是为了我的花心 而服药自尽 所以才会满脸是血 今世 我要撞死她 她的灵体 才会用前世 惨死的样子 来让我知道 前世的她 有多爱我 老天 这怎么可能 我就这么遇到了 不可能的呀 可是 这一切的种种 对她的感觉 如此奇特 我无法否认 对她有种莫名的爱恋 更有种 说不上来的熟悉与轻易感 只是 在当下 我还是不肯相信 老师说的 她是我前世的妻子 结果此时 她居然又出现 她要老师告诉我 我抱她送到医院时 是不是曾经脱口而出 我爱你 你是谁 天哪 天哪 是的是 我是有这么说 我真的这么说 我认了 认了 她就是我前世的妻子 我不会认的 我们下来 我相信 再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